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实用绘画篇 比如说我们要讲中元节 中元节呢 就是鬼月那个中元节呢 我们准备了不少器品 那这个要怎么讲 电脑必须要连接到很多的周边设备 电脑周边的设备一堆东西 怎么讲 我太太昨天到美容院烫了头发 夏天呢我经常要吃爆冰创冰 那吃牛肉面呢最好要配上小菜 豆干啊卤蛋啊花干啊什么一大堆的 算这些都是日常用语 常常用讲的 比如外国人到台湾到大陆 我们有时候跟他聊天 入境随俗都会讲到一些常用的 就算你到美国 有可能会聊天 所以这些 但是一般的英文学很多年 这五句 你说马上就想出来 马上讲出来的 可能就不是太多 都是要想半天 或卡卡的 那这边是例句 那我写的例句呢 这也不是标准答案 就是一个参考 那中院节呢我们准备了不少祭品 We prepared various offerings at a ghost festival 那我们准备了各种的offerings offer就是提供 或者报价 它的意思很多 那祭品我们就可以offering 就是提供的东西 那就用这个字 就是祭神 本来offer是提供给人也可以 提供的东西 后来就变成祭品 变成offering 这个字 就加S 因为祭品很多 像我们 这一般讲 中院节要给三生 猪肉 鱼肉 鳍鸭 什么东西 三种肉 然后在这个 ghost festival 鬼节 中院节是普渡 就是普渡 就是那个鬼月 当然传说了 七月那个 这个阴间也要放假嘛 让他们回来看一看 We prepared various offerings at a ghost festival 那我们顺便吧 把那个中国有关的节庆 那比如说你跟老外要介绍啦 或老外问你说 欸你们最近最近大家都在过什么节啦 搞不懂 问你什么节 或者 或者问你一些 请你解释一下 就用得到 像除夕呢 我们就讲new year's eve 除夕 new year's eve 新年的前一天 晚上除夕 元宵节 就是花灯嘛 当然他没有用元宵这个字 没有用汤圆 当然汤圆跟元宵两个字 其实不一样 那些一般的搞不清楚 The Latin festival 就是灯笼节 尤其小孩子 喜欢那个灯笼 以前是自己做 那后来就是有卖 那现在已经不太晚这个 就改成那个政府单位啦 或民间什么单位啦 就是弄那个 比较大型的 但是小孩子玩那个 有小孩子的乐趣啊 因为自己玩嘛 或者甚至自己做嘛 或者买便宜的 自己点蜡烛 那有的以前小时候 那个纸还会烧掉 就有些乐趣 你去看那个电子花灯 第一个人太多受不了 第二个都是人家做好的 就没有那个味道 所以过年很多东西没有味道 都人工化了 大量化了 我电子花了 就没有自己去参与 那中元节呢 也是 那个就是这个中元普渡啊 它是Ghost Festival 鬼月 鬼节 那你加一个这个也可以 Hungry 就是 它就是鬼渡 就是二师鬼 所以要 都给他们吃 Hungry Ghost Festival 也可以 那清明节扫墓节呢 Tomb Sweeping Day 这个就是直接 中文的意思翻成英文 有的是英文翻中文 有的中文翻英文 这是墓 Tomb就是墓 扫墓 扫墓的节日 但是它不用Festival 有的 它习惯了 用Festival也可以 用Eve也可以 用Day 它都是 反正就是那个 庆祝那个节日 像Festival一般是庆祝 什么东西 圆消了 那清明节 就没什么庆祝嘛 你记住要怀念嘛 就有那一天 这也是有它的道理 然后中秋节 Made Arten Festival 那你也可以讲那个 Moon Festival 也可以 就是中秋嘛 就是那个 秋天的中间 秋天的中间 中间 或者月亮节 月亮是圆的嘛 吃月饼 也有人说 Moon Cake Festival 月饼节 也有 所以那些节日呢 主流的讲法 当然 有些 有的时候它会用别的字 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 语言就做一个表达 除非说人民啊 地名国民 那些你不要 那些就是没办法改 那这种东西就是文化东西呢 就是意思转达就好 那你用不同的字 也没有关系 现在这些字也没有说 哪一个字一定对 因为这本来就是 就中国的东西啊 那英文就没有这些东西 英文它就是 没有元宵节 没有什么中元节啊 所以就是翻译 能沟通就好 那你说你要用别的字 也可以 老外听得懂也可以 只是这些是主流 大家讲习惯了 当然 习惯就接受吧 习惯成自然接受 那你说不行 我非要创这个 那要是50个人 清明节啦 中元节 中秋节 他们50个人 他就50个讲法 每个都对 哇 天下大乱 所以就是 如果人家讲的合理 大家用习惯 我们就不要再创别的名词 那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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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农船节 那你说我很有水准 我对中国很了解 端午节呢 那我说中子节呢 写成英文也可以啊 或者端午节 我考据它是纪念什么时候活动 我用那个字来创造一个英文 也可以啊 那不需要 你讲习惯了 Dragon Boat Festival 讲习惯就好了 就是不要添乱子 那农历春节 Lunar 它农历嘛 Lunar 就是阴历嘛 我们叫阴历 Megpie 就是喜鹊 喜鹊那个架桥 Megpie Festival 重阳节 敬老节 Dragonite 九九重阳嘛 所以两个九嘛 Dragonite Festival 所以我们这边很快 就是以后如果有机会 跟老外介绍 这什么什么节 至少你英文会 除夕就是New Year's Eve 元宵节是The Latin Festival 中元节你可以讲Ghost Festival 或者加一个Hungry Ghost Festival 那清明节呢 Tomb Sweeping Day 中秋节 Megarden Festival 或者讲Moon Festival 都可以 那月饼叫Moon Cake 月亮饼 就是一面看着月亮嘛 一面吃着饼 那饼当然是月饼啊 我们也叫月饼 就是月亮饼 简称月饼 端午节的Dragon Boat Festival 滑龙船 农历春节就是Lunar New Year 七夕节 Megpie Festival 就是喜鹊 然后重阳节呢 Dragonite Festival 那电脑必须连接 许多周边设备 The computer usually connects various peripherals in order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这是一个电脑呢 它经常要连接很多各种的 我们叫周边设备 它本来是周边的环境 那后来介质把它变成周边的设备 把这个字 因为先有周边嘛 以前没有电脑嘛 也没有周边设备把它借过来 不然另外创一个英文字很累 Peripherals Peripherals 然后可以工作的更顺利 运作的更顺利 这个in order to 一般的介细词 然后后面加动名词 动词加n 可是这个就例外 那你说为什么这个in order to 后面加原型动词 其他的片语后面加那个 动名词呢 因为它本来就是in order 可以省略 但它本来就是to 本来就是to to后面就加原型动词嘛 所以在英文的观念里面 它这个in order 是可以省略掉 所以这个是例外 所以表面上看来不对啊 它是片语啊 应该加动名词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说把in order 把它折掉 盖起来不要用 只用to也可以 所以这个道理 那比如周边设备呢 比如说印表机 Printer 那显示器呢 Monitor 电脑荧幕 这叫显示器 将显示器 这个太身份了 就是不够口语化 我们叫荧幕 大家都知道 那外接是硬碟呢 External Hard Drive 外面的硬碟 Hard Drive 为什么叫Drive 它驱动 你硬碟要 要跑资料的时候 它叫驱动嘛 网路摄影机呢 Webcam Web 就是那个 本来是 本来是那个 蜘蛛网啦 它也可以到那个 鸭子啦 什么那些 有那个谱 那这边是 因为是那个网记网路 它叫Web 这是Cam 就是Camera 它的缩写 所以那个 以前呢 现在网路叫Internet 以前就讲 TripleW 那 因为以前呢 三个W就是 World Wide Web 世界的 网泛的 网路 所以叫TripleW 现在也不用 直接叫Internet 就可以 那扫描机呢 就Scanner 那动词叫Scan S-C-A-N 三合一的 至少三合一 还有那个 也可以接电话啦 这些等等 所以现在 扫描机就比较少 以前那个 扫描机 一个蛮大的 现在都不用 就像是 手机的功能 越来越多 以后这个 摄影机 拍电影 拍这个影片的 简直不用了 所以那个 所以手机 智瑞琴手机 越做越好 很多就不用了 很多就被淘汰了 本来相机 后来变成数位相机 数位相机也不用卖了 摄影机也不用卖了 手表也不用了 对对 除非是名表 那些例外 记一看Memory Card 滑鼠是Mouse Mouse跟Rat有什么差别 Mouse是小 体积小叫Mouse 有的老鼠 体积很大叫Rat 所以Rat 所以Rat 我们一般也可以叫鼠背 所以英文的字 会变来变去 键盘Keyboard 当你说Keyboard 你说那个 电子琴那个 那个 那种键盘 也是用Keyboard 那一般我们也 就直接讲英文Keyboard 然后喇叭Speaker 你就不要用Horn Horn是那个 比如汽车喇叭 你有按的 这个喇叭不是 Speaker它是那个 等于是那个就是 扩音的 扩音的 跟那个喇叭会叫的 两个中文是都一样 英文是不一样 光碟机 在外接 这边打漏了 这边是外接 外接光碟机 因为它周边嘛 内建的就不算嘛 内建是Build In Build 就是建造 加一个横线 加一个In 内建的Build In 我们就不讲 所以这边应该是 打漏了 外接光碟机 就外部的External Optical Drive 光碟 光学的 光学的硬碟的意思 但是它当不一样 它放硬碟 它本身没有储藏 储存设备 所以我们就把周边设备 熟悉一下 印表机是Printer 显示器Monitor 外接是印的External Hard Drive 网络摄影机的Webcam 扫描机Scanner 记忆卡Memory Card 滑鼠Mouse 键盘Keyboard 喇叭 Speaker 光碟机External Optical Drive 那像是我太太 昨天到美容院烫了头发 我们可以讲 My wife had a permanent at the beauty parlor yesterday 那我太太呢 有一个Permanent Permanent 它也可以当那个 永久的 但它也可以当 烫法 就是这个字 Permanent 当然呢 很多字上面已经写 perm 就写perm p-e-r-m 后面省略掉 所以很多英文字呢 它如果太长 它会把它剪写 到一个Beauty Parlor 一个 法郎 美容院 夏天我经常吃爆冰 剉冰 台湾讲剉冰 用剉的 我们就Shave Shave就像刮鬍子 这样慢慢刮下来的 爆冰 你看到那个爆冰 用一个大冰块把它剉下来 把它一片片像削一样 I ate shave ice frequently in summer 我夏天常常吃 剉冰 我们就用Shave Shave 再加异地呢 因为它被爆下来 它自己不会 不会那个一片一片下来 吃牛肉面 最好配上小菜 It's better to eat beef noodles with side dishes 这是更好的 当我们吃牛肉面的时候呢 with 再配合上呢 side dishes 这就副菜 小菜 就side dishes 那像五个英文 频道 还有常识的频道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们再把这几个句子 了解一下 就是实用 用得到的 但是我们可能 讲不太出来卡卡的 像中秋节 我们准备不少祭品 We prepare various offerings at a ghost festival 但是我要讲 电脑必须连接许多周边设备 也可以讲 a computer usually connects various peripherals in order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a computer usually connects various peripherals in order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a computer usually connects various peripherals at a beauty party yesterday My wife had a permanent at a beauty party yesterday 夏天我经常吃爆冰 I ate the shave ice frequently in summer I ate the shave ice I ate the shave ice frequently in summer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断句 有时候字断得不好就卡卡了 吃牛肉面最好配上小菜 中文也要断句 断句就是哪边要停多一下 英文也是一样 任何语言都一样 就算你讲得再快 该断还是稍微断一下 It's better to eat beef noodle with side dishes It's better to eat beef noodle with side dishes 所以每集我们讲五个 比较实用的句子 那学久了 那我们的生活用语 生活绘画 功力就会强很多 好 这句讲到这里